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了以后 已经都等了三周了 一直没有住进去 就是说需要不需要给一些红包或者礼物啊什么的 送一送礼 给一些相关的部门 给哪些大夫需要送礼 这个我现在目前也不太清楚 因为已经等了三周了 对 希望大家能帮助一下 有没有知道这一方面 可以给我解答一下 好了 那我们开始正片 是这儿吗 哪个地方 直走 这边 现在北京还有这种地方啊 我怎么记得这个地方不都被清了 它是没消息 嗯 比较隐蔽 嗯 行 行 这壳子 这壳子 左管 这边 左边 左怎么办啊 你看 哇 这这么点 里边还挺暖和 怎么说有暖气啊 嗯 怎么说有暖气啊 是吧 这屋子多少钱啊 一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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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五百人民币一个月啊 听见了吗 看到了吗 这儿有空调啊 你看 有这个 卫生间 有热水器 多好啊 还能做饭 是在 东五环这个附近吧 对啊 初来驾到的 你来北京多少年啊 我刚来啊 以前不来啊 你还住在这种地方 之前住了河都的 哦 这墙那个什么 十墙 你说老不老 还没住过呢 我以前还住过地下室呢 我也住过 他们老觉得我好像在秀优越感 其实我没有我什么地方的祝福 我没有什么优越 你觉得我优越吗 我没住在那里 我 我车也是河北 那个房子也在河北 哈哈 我有啥优越的 对不对 对 对 好 帅爷 跨下收老口 哈哈哈哈 这是附近的啊 我不知道啊 嗯 你看是吧 1.87 你在部队里待几年 三年时间 是哪年 13年到16年 13到16年 在那个做什么海陆空 海军 海军啊 怎么样感觉 就是那样的 跟家家差不多 特别关心你在里边遇到有何事的吗 就是有没有 发现有这种人 也有吧 他们聊过 拿软件 对 拿软件 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 就比较的隐蔽是吧 对 部队生活因为我以前也接触过一些 就是退伍转业的这种 然后他们说就是在部队里边 生活还是觉得挺不错的是吧 挺好的 每天都特别正规的那种 但是就是没有 相对来说 自由方面稍微少一点 没有这个 而且你这方面 也不可能说直接的去公诸于众吧 在部队里主果 是相信那些都知道的话 估计就没朋友了 谁都会离你特别远的 他们也没有那种特别夸张的吧 就没有没有 嗯 没有特别夸张的 没有 那你干嘛不留在那儿啊 连之前对线啊 啊 因为之前是对线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 他认识你 他是社会上的 是吧 对 然后他认识你 然后你就 他想让我退伍我就退了 他想让你退伍你就退 对 那你就是说你要没遇到他 你也就 不会退伍 也就不会退啊 我估计会在部队里面待好多久 我也牵涉过了 我自己找的关系 提前退伍 是啊 那你谈个女语 没什么 在那地方 嗯 可行 出来一个 小出男 哈哈哈哈 可不可以出一个 你说其实从部队里出来以后 他们不是说还有什么 退伍转业的 那个 费用啊什么的 给的钱其实给的并不多 他是按照一个人均当地的年周路给你的钱 嗯 时间长给的就多 然后干满12年 然后也不包分配 现在是吧 但是你干满12年也包分配 但是这个据说这个工作不一定是 就是编制工作 你不是还入党了吗 是吧 对啊 嗯 出来以后找 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呀 在北京 喜欢干销售嘛 销售 你嘴比较能吃过 你在北京你期待找到一个什么 党次的一个工作呀 党次工作也真很好 那多少钱 挣钱算多呀 两万 一个月两万是 那好吧 我觉得两万相 是吧 两万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已经算是在北京生存的 已经算是高工资了 就是到手的两万是吗 对啊 如果我在家继续办的话 我还是能让一个人干游戏 干游戏 厉害 只不过他不能养我一辈子 我就不打算去他 就以前你做游戏这方面 行 那现在就是临时先住在那个公寓里边 对 不打算回去了我都 不打算回去了 不打算回去了 你不以前在北京待过吗 对啊 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对象 然后分手了我就回家了 因为他非要跟我在一个公司上班 那你以后还结婚吗 不结婚呢 结婚干嘛 结婚干嘛 我就是 既然对女孩不太公平了 对 也跟家里人说了 对 我妈都 说来说她还是希望我结婚 但是她其实有 我妈真的是跟我说过 那一刻我差点是跳海了 我妈跟我说 儿子就是妈也想明白了 以后你想过什么 然后随便 你开心就好 然后你战友什么的也都知道 有个知道有个不知道 就是比较交心的都知道 比较好的他们都知道 像我家里边那帮哥们啊 就是男的女的好多都知道 都 不是上台他一起喝喝酒啊 就跟他们那个女孩 躺来一起 他们都都不会担心的 就是说人家也没有对你有什么歧视 挺好的 对啊 是吧 我感觉挺好的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然后哥安家 小门小剧员什么 除了陪我喝酒不来 或者是 都可言 就是我心情不好 我遇到 那他们也不给你介绍一个 介绍不成 他们能接受 他们能接受 但是能接触不到这个圈子 对 他们也介绍不了 是 只能就是说 自己能理解 但是 帮不了 帮不了 帮不了你的忙 只能还要靠你自己 那你寂寞吗 现在 还能寂寞 习惯 习惯 他想完以后 我就感觉 自己也想拍了 没有什么寂寞的 比较豁达 是吧 你喊卖你是怎么有什么技巧 或者发音发声 你不是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声音的控制 对声音的那种处理 这个是当初我一个就是玩唱巴上一个师傅叫我的 然后就是整这种气泡音 然后怎么整 就我也说不太好 就是把声音往下压 然后就是说1234 怎么说 1234 4321 就一直这么练 拍不出来 1234 4321 对 1234 4321 1234 就一直练 然后练练 就练练练 然后就 这个1234练完事 1234 然后就 他妈 不正干风 然后就再拆点 就是好像唱歌或者是练什么声音的时候 他需要这个声音往下压 对吧 正常 正常的时候 他们好多人唱歌的时候都带这种气泡音 气泡音 特别好笑 好 这回来 那小声音 头回来了 有了 我 他 你怎么长得跟我还挺像呢 你觉得像吗 眼睛像 你觉得呢 什么地方都像 地鞋也像 对 没事了 你见过呀 我哥说我就算了 你说我干啥 你们是不是东北的都爱叫 就是别人是哥啊弟啊这种 有的人也不说 有的人东北就 还有怎么叫的 兄弟 兄弟啊 对 看我哥们 哥们 但是这个是有区别的 叫兄那是大的管小的 就比如说哥你管我 他叫兄弟 我管你叫哥们 都这么叫 什么意思啊 我也说不好 我们那边都这么叫 大的可以管小的叫 兄弟 但是我不能管你叫兄弟 其实东北的gay能看出来吗 也能看出来 我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 那不行吧 有的人就是特别母啊 对 但是他们很多化女装 都是东北的出来啊 对对 那属于先生的gay 嗯 不是啊 不是啊 我 我 我知道我是的时候 我估计 嗯 呵呵 十 十三岁左右 十三 对 哦 那么早 那个时候刚买的电脑 我就发现了 嗯 怎么发现呢 就那个时候 就跟同学们嘛 然后一起看那个 刚开始看A片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关注 是吧 难的 然后就去去往他查过 嗯 然后就是 第一次聊得一个东西 是有一个东西 叫gay吧 嗯 打就贴吧 就买了gay吧 不知道 不过咱们俩好像有 挺相同的 就是我也是那个时候 就看A片里关注的点不一样 来 我记掌吧 哦 要不然你是我弟弟呢 对呀 呵呵 有你什么是 呵呵呵呵呵 你现在打游戏还能挣钱 什么游戏啊 现在 是怎么挣呢 这个 就是打游戏 就是 一台还不够是吧 对 稍后好多 就是电脑越多 挣的越多啊 那你玩电脑的 就玩游戏技术还是挺高的 什么 一般的 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游戏 赚点钱了 你这一台电脑 那个能 能挣多少钱 大约 一天的话 五十块钱吧 又多少台电脑 十几个 十几个 那你们家开网吧 八的 呵呵呵 当初为了赚钱嘛 就买了好多电脑 然后 其实听起来 十多个电脑 好累 其实都不用管 那也有倒闭了那一天 那你以后就开这个呗 你以后都在找什么明哥呀 给你资助个百八十台的 你都开 这一个月不就赚好几万吗 但是他不能说让你一直都赚了 你买电脑也是需要本钱的 对呀 那就买便宜点的 而且现在电脑会越来越便宜 是吧 一台便宜 但是电脑多的话就不便宜了 而且说你要说 就是说这一台电脑 你可能说要干个十几天 二十来天天的回本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各位看到我的视频以后 帮我点赞分享转发和评论 没有订阅的朋友 也帮助订阅一下 同时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到我的视频信息哦